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乎筹码泄露天机 恭喜全国同学 我们一再跟大家报告 大乎筹码泄露天机 买对主流 你自然赚大钱 但你买错呢 很麻烦 搞了半天 指数大涨 你照样套牢 未来社会大涨 张老师的节目 大乎筹码 永远事前带你锁定 未来谁会大涨 好好想一想 去年18,600 多少这些节目 给你吹牛上看2万 通通害死你 去年10月份杀到12,600 大不从法张老师在全国媒体 公开呼吁 干什么 全国同学好好想一想 去年崩了6000点跌到12,600 当时10月份 多少节目恐吓你 还要破底 还要杀到1万1 张老师当时在非凡全国连线 股市现场的节目 公开呼吁 台股破底 你给我把握什么 大减便宜 不仅告诉你会涨 而且当时已经跟你预告 会上攻 会向上挑战 仅限压力 15,600 那12629当时 预告有3000点 最少会有3000点的行情 但是问题 要买什么 熊同学 这个都是去年10月份 张老师在全国媒体公开呼吁 赶快把握重压大美 台积电 环球晶 南电 联网科 结果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3000点 有没有来到15,600 有没有 同学 有没有来15,600 张老师 五个月前给你预告 上攻15,600 什么是专业 什么是大无筹码 泄露天机 全国同学 全国非凡同学 你看张老师节目 你在六个月前 你早就知道 大盘会来到15,600 来了没有 好 大盘来到15,900 今天再创新高 经过了什么 12345 所以大盘现在是进行 第五波的上攻 所以大盘整整经过了 五波的上攻 来到了15,900 你该怎么做 所有去年十月份 听张老师的话 你都赚翻了嘛 指数是不是赚3000多点 当时送你的台积电 南电三百多涨到五百四 环球晶三百多涨到五百四 联发科五百涨到七百九 南电一百多涨到三百 好 那我问你 张老师是不是五个月前 跟你预告 会有3000点的行情 会来到15,600 今天来到多少 15,900 是不是涨了3000多点了 但这两天 我开始看到台面上 很多这种所谓 金光党的节目 你要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什么叫金光党节目 就像去年涨到一万八 对不对 去年涨到一万八 多少金光党的节目 跟你讲上看两万 结果有吗 下看一万二 去年台积电涨到六百八 多少金光党的节目 跟你喊台积电上看一千 结果有一千吗 你到今天还在五百 好 所以去年的教训 我想大家 很痛苦都清楚了 那去年十月份 你听张老师的话 重压 对不对 大买台移电 买环球金 你都赚翻了嘛 那去年 十月份一万两千六 我已经跟你讲了 会来一万五千六嘛 今天来到一万五千九嘛 再创新高 那来到这个地方 你该怎么做 这两天我看到 去年那些金光党的节目 又死灰复兰了 又如法炮制了 又跟你讲创新高了 电子股赶快冲了 赶快买啊 还要涨 又来这一套 所以投资朋友 你要思考 张大文是在一万两千六 拜托你重压大买 台移电 环球金 南电 联方科 现在来到一万五千九了 大涨了三千多点了 而且是经过五波 所以现在就是第五波 所谓的陌生段了 所以下礼拜一万六 会不会过 不是重点 而是涨了三千多点之后 你该思考 有些股票涨多了 你该思考 逢高要懂得什么 要懂得获利嘛 你不是说涨了三千多点了 开始又像去年一样了 上看两万了 上看三万四万五万了 对不对 吹牛是不会发财的了 所以赵老师跟你讲的话 你外面是听不到的了 今天你打开几乎所有 这些金光党的节目 又再告诉你 指数创新高了 赶快冲 赶快买 拼命买 又来那一套了 那你如果要相信的话 你要自负 自负风险 是不是 就像去年一万八千六 给你吹牛上看两万 通通害死你 那张老师地方 要告诉你的 你要弄清楚 一万两千六 带你全力重压 大买半导体 大买台电环球金的是张大文 那来到一万五千九了 我这个地方要告诉你 很多股票涨多了 你要开始思考 逢高要懂得获利了 了解吧 涨了三千多点 有的股票开始会修正 甚至有的会大幅度修正 这个你要提防这个风险 是不是 你不是说涨了三千多点了 开始怎样 开始又当神风特工队了 像去年一万八千六 哇神风特工队 冲啊 全力冲啊 对不对 这两天我看到很多 金光党的节目 又来那一套 那如果你要相信 那将来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 风险自己要 自己要承担 张老师是好心 跟你用四十年的专业 好不好 好 那一万两千六 我带你重压台一电 环球金 南电连发哥 没错吧 当时台一电三百多 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大涨 来到五百四十六 环球金三百多 有没有大涨 来到五百四十七啊 南电一百多块 重压大买 来到三百一 联发哥五百多 来到快八百了 是不是 那这些股票涨多了 要开始怎么样 要懂得获利了嘛 你不是说涨了三天多点了 开始跟那些金光党的节目 开始拼命冲 那将来呢 就像去年一万八千多点 拼命冲 冲完了下场呢 你要冷静地思考 一万两千六 张老师是公开呼吁 权力重压大买 大买全市 但到现在来到快一万六了 是不是啊 我公开呼吁 大家要冷静思考了嘛 有些股票涨多了 要冷静思考 甚至要懂得获利了 甚至有的股票涨多了 要提防向下避险操作嘛 不是说涨多通通会涨 今年指数创新高没有错啊 今天大盘指数是不是又大涨啊 又创新高啊 是吧 又涨五十点嘛 又创新高啊 是不是啊 所以很多金光党老师 又跟你吹牛啦 好得不得了 创新高 赶快冲赶快买 不要管他 拼了拼了 但今天指数创新高 张老师已经提防你了嘛 对不对 之前跟你讲的台一店 南店环球军联发科 都大涨一两百块了 是不是告诉你 不要去追了嘛 有没有 告诉你 今年全球前十大半导体 状况并不理想 所以这一波的大涨 这一波台一店环球军大涨 只是跌生的反弹 基本面并没有 并不是基本面转强 如果基本面转强 那像台一店 对不对 如果基本面真正转强 那台一店 对不对 三百多涨到五百多 那为什么不来六百七百八百呢 如果基本面真正转强 未来营收获利真正看好 那台一店为什么不来六百七百八百 当然有机会 但是如果基本面未来并不理想 那你涨多了是不是要提防 是不是要懂得获利 是不是 那这是我在 从新春开盘 我已经叮咛大家了 台一店环球金 冯高要懂得获利嘛 是不是 新春开盘盘 台一店五百四十多 我已经跟大家叮咛了 很多股票 冯高要懂得获利嘛 是不是 环球金五百四十多 冯高要懂得获利嘛 就跌到四百多 现在呢 环球金今天还在五百二 好 可能我讲的话你听不下去 来 我请你看一下 今天重大的产业新闻 高盛证券干什么 同学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坏事是高盛干的 不是我干的 对不对 开第一枪了 全面下修台积电 同步下修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半导体大厂下半年的展望 这个坏事不是我干的 是高盛干的 对不对 所以这样是已经叮咛你的 今年的基本面 半导体电子产业 你要提防 并不是这么理想 所以很多股票涨多了 你要提防 要懂得获利 要懂得拉回修正 甚至有的股票涨多了 要提防向下避险放空 很多股票涨多了 对不对 大涨三天多点 难道所有股票都会涨吗 你要小心啊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叮咛 这档四开头三结尾的 四开头三结尾的 去年从八十多块涨到三百多块 大涨四倍了 我从三月份是不是叮咛你 要懂得向下避险放空 要小心啊 涨了三千多点了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冲 像你那些金光党的 这些节目告诉你 不要管他的冲冲冲 张老师跟你讲话都是 凭着专业 凭着良心 一万两千六我叫你赶快冲 但是来到快一万六了 你要 你要冷静 是不是 是不是 有的股票会上 有的股票会向下的 所以纵然今天台股创新高 指数创新高 一万五千九 但张老师叮咛你的这档 四开头三结尾的 你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今天发生什么事啊 是不是差点送你跌停板 所以有的股票开始要提防 涨了三千多点你脑袋要清楚 你不要傻傻的又看那些金光党的 节目开始在那边乱搞一通 对不对 涨了三千多点 难道有的股票不会修正吗 所以你要提防 这档股票之前跟你钉银的涨了四倍了 涨多了要提防修正 要懂得向下避险甚至放空 今天是不是几乎送你跌停板 再来这档股票也要提防小心哦 好不好 一开头三结尾的 股价也是 这一波大涨两倍 对不对 来到一百多块 也要提防哦 所以有些股票你要开始提防 懂得向下避险啊 不是不要搞不清楚哎 好不好 那未来谁会大涨 我跟你讲未来的产业 未来产业有大转机的是什么 有大转机的是什么 原宇宙电动车嘛 这是未来十年内产业爆发成长 这不会改变的 是不是 所以电动车我从 对不对 新春开红盘我跟你讲什么 充电桩的飞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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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同学 二月份也在四十块 新春开红盘 多少金光档的节目 对不对 给你讲哇台一店大涨啊赶快追 连发科大涨啊赶快追 环球金大涨赶快追 结果你从新春开红盘二月份 你报到现在二月三月 你告诉我环球金你赚钱了吗 好像到今天你还赔钱呢 五百次今天还在五百二 那张老师二月份送你的飞红 四十涨到六十 所以同样二月份你把资金重压飞红 大涨五成 这赚钱靠本事嘛 不是靠吹牛啊 对不对 飞红从四十四六四九五四六十六四的同学 所以你看看短短二月份以来两个月的时间 赵老师送给全国同学一飞冲天飞红 冲天飞红 你自己看看涨多少 是不是大涨六成啊 好你说错过飞红的来听清楚 那未来十年电动车主流的趋势没有改变 懂不懂 那错过飞红大涨六成的 错过飞红大涨六成的 飞红第二 飞红第二 这档股票你真的要特别特别特别注意 去年以来股价也是大跌六成 那这家公司它已经积极的掌握到 电动车上游电池新的关键材料 这个很重要 那鸿海董事长已经讲了 未来谁掌握电池谁掌握天下 那鸿海要全力切入电动车 我想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而且鸿海已经立下2025年 电动车的产值要高达 兆元 光鸿海就要拼到兆元 所以鸿海在电动车的发展是不遗余力的 而且鸿海这一次的雄心壮志是电动车 百分之百要自制 那电动车里面占成本最重的是什么 电池嘛 一个电动车40%的成本就是电池 所以鸿海将来要电动车要 百分之百自制必须掌握电池的关键技术 要不然没有办法 要不然电池会被 对不对 国外厂商掐住喉咙 无法突破 所以鸿海已经全力的发展 电池的关键技术 那刚好这家公司飞鸿第二 它已经掌握到了电动车 电池型的关键材料 所以鸿海已经正式正式正式 正式入股这家公司 那我请问你在鸿海 2025年要达到兆元产值之下 那这家公司跟了鸿海 它未来的营收 未来的产值 未来的营收获利 会不会爆发成长 你不要问我 你问鸿海就好了 你问鸿海电动车是搞真的还搞假 还是吹牛一下就结束了 是不是 所以如果鸿海在未来电动车 已经势必要抢下全世界的霸主 鸿海已经讲了 现在特斯拉就是电动车的iPhone 鸿海要成为电动车的Android 就像现在手机就是Android 跟Android系统 所以特斯拉没有错 是电动车里面的iPhone 所以鸿海已经立志 要成为电动车的Android系统 那Android系统里面 它要全部的自制之下 所以这家公司飞红第二 大家亲眼看到 张老师二月份送你的飞红 所有听话的你都赚翻了嘛 是不是大涨六成 那错过飞红大涨六成的飞红第二 这是你最后最后最后绝佳的机会 未来大波段的行情会涨到哪里 你务必赶快跟上 好不好 务必赶快跟上 近期才刚刚突破第一支涨停 才刚刚突破第一支涨停 那再来飞红第二之外 再来元宇宙AI 对不对 我从去年送给大家的威胜 你看一下去年40涨到90 有没有让你赚一倍 拉回60附近 我跟你讲拉回赶快再买 还会再攻 结果65679197 有没有再攻 有没有再创新高 这都是产业的力量 在元宇宙AI商机带动之下 威胜又大涨了六成 那威胜大涨六成错过的同学 威胜第二六六大顺 好不好 那这家公司它2022 本身的获利就大赚了一个股本 那未来iPhone15 全面的采用Type-C的一个界面 所以这家公司它过去股价 从600跌到100多块 好不好 大跌的快八成 也是三月份才刚刚攻过 突破200的压力 刚刚攻上第一支涨停 所以全国同学还没赚到钱的 还没赚到钱的 三月份以来威胜第二送你涨停 飞鸿第二送你第一支涨停 所以未来威胜第二六六大顺 会涨到哪里 飞鸿第二会涨到哪里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不啰嗦 张老师已经帮全国同学锁定好了 就像二月份全市场带你追半导体 追台一电追环球金 是不是张老师告诉你不要追啊 你乖乖的买飞鸿赚翻了嘛 那你错过飞鸿大涨六成的 想掌握下一波大波段获利的不啰嗦 今天趁周末赶快播电话进来 把飞鸿第二把威胜第二带回去 播电话进来跟上脚步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飞凡 掌握未来 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飞凡 掌握未来 2个财经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那错过飞红大涨六成的未来未来未来红海集团正式入股的飞红第二你千万不能再错过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好不好那这个礼拜才刚刚发动送你第一支涨停 未来飞红第二会涨到哪儿未来飞红第二会涨到哪儿再来一路送你的威胜从去年四十多块大涨一倍拉回六十块跟你讲把握AI商机还会大涨还会创前高啊有没有骗你有没有骗你有没有创前高 九七嘛是不是张老师永远事前讲在前面嘛去年涨一倍拉回来又涨六成而且还创新高那你说错过威胜的同学错过威胜的同学是不是威胜第二六六大涨六六大涨那这家公司2022本身就大赚了一个股本又大赚了一个股本那大家晓得iPhone已经宣布了 欧盟现在全力立法未来环保的问题过去电子装置对不对各家有各家的界面iPhone有iPhone的界面Google有Google的界面各家产品各家产品界面造成回收的很大的一些困扰所以欧盟已经因为环保 它已经立下未来全面采用Type-C界面所以iPhone必须势必对不对你要做生意你就要遵照欧盟的立法嘛所以未来iPhone15已经现在最新的消息全面改用Type-C了所以这家公司就是Type-C的龙头大厂就是Type-C的龙头大厂股价去年以来真的从600多 重挫到100多块大跌的也快八成是不是摔的也很重摔的也很重那这个礼拜刚刚发动刚刚发动在iPhone全面采用Type-C的这样一个商机带动爆发之下这个礼拜股价也才刚刚送你第一支涨停送你第一支涨停所以重压主流是不是才能掌握大波段的获利 那这个礼拜以来微信第二送你涨停电动车飞红第二是不是也送你涨停熊同学 所以还没赚到钱的微信第二六六大顺会涨到哪六六大顺会涨到哪飞红第二会涨到哪想掌握大波段的获利 想掌握大波段的获利不啰嗦赵老师节目也很简单我不是股票写了十几档二十档每天带你乱枪打鸟乱射飞镖每天搞个十几档股票涨的都是他的那你赚不到钱的啦你必须脚踏实地好不好那大盘涨了三天多点有些股票要开始注意拉回的修正啊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要避险的股票今天是不是几乎打到跌停板了所以目前接下来下礼拜开始有的股票会大跌有的股票有大商机的筹码翻多的才会持续大涨好不好 所以想掌握未来大波段获利的不啰嗦把握今天周末把握今天周末拨电话进来把飞红第二把威胜第二把它带回去把它带回去才能接下来掌握未来大波段的获利好不好那有些股票逢高要开始懂得避险有的股票会大幅度的修正有的上有的下怎么操作拨电话进来跟上脚步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投资人以独立判断险限评估另次负投资风险